天天跟我做 卖一谈一分钟 表弟找我扣诉 说他钱没了 一问才知道他买股票赔了 傻表弟 买股票之前 一定要知道股票是个傻玩意儿啊 你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 就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股东 并且可以享受公司风行 你也可以在股票价低时买入 价格好时卖出 通过差价挣钱 若是你买入后股价一直跌 就会赔钱 并且会多赔上一笔交易费用啊 所以这时候一般人不舍得卖 感觉被套牢 股票价格是涨势低 主要看大家是否看好这家公司了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家公司很有前途 就会增强购买 股票价格就会上涨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家公司快找币了 那就都想赶紧卖掉呗 股票价格自然会下跌 买卖股票都得开库了 在内地去一家证券公司就可以搞定 若是你想买港股 就需要找香港代理商开户了 并将钱转存到香港 换成港币交易 什么 还想买美股 虽然可以操作 但没法力保护